欢迎收看世界翻转中 我是顾彩燕 您听过海龟也需要动手术吗 大部分受伤的案例是被余线缠绕 严重的话可能需要截肢 而海龟的天敌还有流刺网塑胶带以及浴钩 海龟在池子里慢慢悠游 看到有人靠近也会有所警觉 而这天正是要让他回到大海里的日子 确认好庄宰的器具水桶 开始慢慢将水放掉 那我们现在就是要把这个海龟的池水放干 那放干到脚踝大概脚踝左右的高度 我们就可以将踢椅 然后放进去池子里面 将海龟搬到里面 在头部盖上湿的毛巾 放进桶子里再盖上被子 避免晒到太阳跟减缓海龟情绪 那就是要确定说第一个就是沙滩上 没有比方说其他的垃圾 那前方没有其他的 比方说船只在作业或者是有余望 那我们所挑选的这个沙滩目前是 而是不会下往 所以这是对海龟比较友善的地方 同一时间计划助理也在海边 确认海龟行走路线 得先划定好范围 避免民众太过靠近 一 二 三 他投在这里 他投在这里 对 等一切就绪 才将这只懒溪龟慢慢抬到沙滩上 我们现在在后壁的宝玉海滩 要将这只懒溪龟海放到海中 而这只懒溪龟是在海生馆的收容救治中心 是恢复了将近三隔多月 现在已经是完全康复 而现在工作人员已经把这个海龟 要海放的路线前置之后 都已经完成之后 现在准备要将海龟带到沙滩上 站在两侧线的后面 好 麻烦大家配合 谢谢大家 那我们就要准备做野饭了 等一下海龟就会准备出来了 放到沙滩后 在计划人员围观的民众目送下 蓝溪龟快步往大海前进 回到属于它的壮阔海洋 而每一次海放 海巡人员也都会配合做管制 避免海龟被干扰 这次的主角蓝溪龟 一月二十六号在高雄南紫沙滩被发现 因为遭到船只脱网误捕 送到海参管的收容中心后 发现体内有鱼钩 取出后经过休养 恢复体力才能海放 物食鱼钩的状况 其实在海龟还蛮常见的 尤其是小流球 另外一种是可能一些 银绳钓的一些 比较大型的钩子 会被海龟吃到 就是会钩在石道 或者是消化道当中 会看到那个鱼钩 经由X光或者是内视镜的检查 然后去帮把这些鱼钩把它拿出来 屏洞海参管是全台规模 最大的海龟收容中心 主要是中南部的海龟受伤 搁浅都会优先送来这里 另外也会收容像是北部 或者是离岛商市比较重的海龟 海参管的水生生物收容中心 成立二十七年 主要协助收容保育类水生生物 还有专业兽医 可以救治受伤的水生生物 其中海龟就是一大重点 误吞 鱼网 鱼钩 是海龟时常面临到的危机 更严重的还有被废弃 鱼线缠绕 导致得截肢甚至死亡 全台湾一整年度的话 每个年度大约会有三百个 海龟被通报的搁浅的事件 通报的事件当中我们可以看到 其实大部分的海龟 都发现的时候都其实死掉了 那有少部分 它可能还有生命迹象的 那就会被送到 就近的收容中心 就比如说我们海生馆这边 比较收为主是以台中以南 到台东的这个区域 5月11号在后壁湖海域 发现绿溪龟颈部 跟左前肢极端 被废弃余线缠绕 送到海生馆后 经过救治 仍然无法保住左前肢 只能截肢保住生命 像这只海龟 它比较特殊的是 因为它的左前肢 有做一个截肢的状况 那就是我们希望说 它现在在换气的时候 不用耗费那么大的力气 所以我们把水放的低一点点 等到它状况越来越好 其实水位就会越来越高 通常是甚至有时候 刚收进来的海龟 我们也不会放在水里面 我们只会放在桶子里面 然后用湿布 然后用水滴这样子 有时候非常虚弱的海龟 是需要离水去做一个治疗的 海龟保育的问题 不只是政府单位的责任 民间企业也陆续投入 救伤救治行列 来到水族馆 可以看到各式各样的海洋鱼类 而这边除了展示 以及教育的功能之外 现在还与政府合作 成立了海龟救伤中心 让这些受伤的海龟 经过救伤救治之后 可以成功游回大海 为在水族馆里的收容中心 有专业医疗团队跟设备 来提高救援成功的几率 以桃园市来看 平均每个月 都有一到两只的海龟搁浅 需要救护 市府跟水族馆合作 成立海龟保育教育 及救伤中心 不仅替海龟寻到安置的地点 也能透过水族馆 推广海龟保育理念 救伤中心就有如 我们的医院的概念 所以X-PAR就当成 我们海龟的医院 就是我们的救伤中心 来作为这个海龟 或者是搁浅的 这些生物的一个 重要的一个医护栅 水族館には教育 通过海龟保育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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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人为造成 必须得从源头做改变 X-PARの展示は 単なる観衡に留まらず 来場されたお客様が 動物や自然環境について学び 保護活動への関心を 高めることを 高めるための場として 機能しています これにより 通过宣岛教育 让海洋生态素养 融入你我生活中 真正落实保育行动 才能让海龟的生存 不再受到威胁 TVB新闻 余行和流军桃源屏東 采访不到 以上で終わりたいと思います